哈喽大家好 中华职棒总冠军赛由统一师对上中信兄弟的精彩好戏 系列赛前两战形成了1比1平手 而两场比赛的胜负关键 竟然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骑兵跳了出来 担心错过球赛重要时刻吗 WiMo Scooter共享机车 想去哪看球赛 只要打开APP 24小时随租随环立刻出发 感谢WiMo Scooter赞助播出 台湾大赛的第一场比赛 两队两头都展现压制力 中信兄弟的先发投手罗杰斯 例行赛对上统一4次 交出一胜一败 防御率是优异的2.84 而这场比赛也几乎让统一打者一筹莫战 竹头8局只被敲出4只安打 失掉1分 统一的先发投手布雷克也不忘多让 竹头6局被敲出5只安打 同样只失掉1分 而接续上来的后援投手表现也相当亮眼 江城峰 郑军仁 黄俊彦三人联手 完成3局的投球 合计投出了5只3阵 没有被打出任何安打也没有失分 就这样把比赛带入了延长赛 紧接着10局上半统一师的进攻 林安可与唐教廷跳出安打 形成一二雷友人 这时候被换上来带打的老将潘武雄 就要告诉大家 将还是老的辣 这个球打击出去 在右半边飞鞋距离还蛮远的跳起来 总冠军赛史上 共出现过3次的带打拳雷打 分别是2007年Game5统一的杨博超 2009年Game2兄弟的王金勇 以及2009年Game3统一的郑乃文 潘武雄成为历史上第4位 价值连城的带打三分炮 也让统一拿下系列赛的第一场比赛 同时潘武雄也以39岁 也有234天的年纪 成为总冠军赛史上最年长的MVP 紧接着台湾大赛的Game2 落后一场的中信兄弟 虽然在二局上就被率先得分 不过还是靠着一个关键的重播判决 挑战成功 顺利终止了统一的攻势 下个半局轮到中信兄弟进攻 第二类有人五人出局 大好的得分机会 轮到越东华的打击 却因为战术执行失败 让原本在二类的周思琦 被触杀在三美前 但越东华并没有气馁 反而示范了什么叫做道歉野球 逆转鼻竖的两分炮 同时也是个人生涯 在总冠军赛的第一支全雷打 而这发全雷打 也就此开启中信兄弟的打击开关 曾家居的安打再补上一分打点 而这场比赛的骑兵 就是这队在兄弟队的兄弟党 看到哥哥越东华开红之后 弟弟越振华再补上一支全雷打 帮助兄弟单局狂冠五分 并且以19岁又277天的年纪 成为中华职棒总冠军赛 史上最年轻打出全雷打的球员 最后也帮助中信兄弟 以9比1击败统一 反悔一城 系列赛变成1比1名手 一个是最年长 一个是最年少 两人不只创下纪录 还成为球队赢球的重要工程之一 今年的台湾大赛 不知道还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惊奇 最后我想要问大家 你觉得系列赛第三场比赛 谁会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关键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你订阅加分享 那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Wemo Scooter 提供运动狂粉粉丝 专属优惠码 Wemo ScooterAPP新户注册 输入优惠码 Wemo SMTV100 最高响免费骑程金100元 现在就去下载 详细内容请参考 影片下方叙述文字 字幕提供